中国政府表示 有140人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骚乱中死亡 官方的新华社说 星期天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区的冲突 造成至少800人受伤 几百人被逮捕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新华社表示 星期天爆发的骚乱 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在上升 目击者表示 星期天有300多名维吾尔族人 举行和平静坐示威 要求政府调查今年6月 广东省一家工厂发生的汉族和维吾尔族的冲突 官方媒体报道说 那次冲突造成两人死亡 但是据信实际数字更高 当警察试图驱散示威者时 双方的冲突变得激烈 尤其是进入夜间之后 目击者提供的照片显示 抗议者点燃车辆 推翻警方设置的路障 并且袭击公交车 新华社表示 局势在星期一凌晨之前得到了控制 官方媒体还援引新疆官员的话说 只称流亡维吾尔人和境外煽动者 对星期天发生的骚乱负责